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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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约请的我们自己最后才到 太轻视我们了吧 什么 不是你们一起过来的时候才邀约我的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们约过你们三个人到这里来 那到底是谁把我们召集到这里来的 让我们在邪王城外待命 到底是什么意思 看 那是什么 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可恶 竟然毁坏了我的飞行器 难道是那个牛屎龟想报复我们 那小子怎么可能有这个胆子 让我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就是黑暗系啊 今天怎么没见那个废话特别多的牛屎龟啊 确实废话很多 所以我已经让他变安静了 这是那个牛屎龟 原来如此 还蛮适合的 那么你到底是谁 我是邪王神殿下的护法和传令官 什么 简单的说 你就是代替那个牛屎龟的传话统 是吗 很有幽默感啊 不过我和那只唠叨的虫子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可以命令你们 这一点请牢记在心 粉红小姐 怎么回事 抱歉 我的身体里有邪王神殿下的细胞 所以你们不会是我的对手 也就是说你是 没错 我就是你们的首领 来 来 好 停 这个小镇可真热闹哦 可惜我们不能在这小镇悠闲的逛逛哦 等他们买完东西回来我们就得出发了 好不容易才回来的 真是遗憾 嗯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可是 如果我们长期在这里停留的话 会给这个小镇带来麻烦的 不要忘了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谁都不希望战争的降临啊 安稳的生活才能给大家带来幸福 而我们正是为了守护这种平安的生活而战的 好 鸡高侠 大家都回来了 嗯 鸡高侠 昨晚睡得好吗 昨晚 哎呀 今天小伙伴也一起来了呀 嗯 这人是不是认错人了呀 于是 我便把邪王神手下的喽喽们 打了个落花流水 哇 疯愧是鸡高侠呀 真是应有过人呐 什么呀 那家伙 他竟敢冒充鸡高侠 那人是谁呀 鸡高侠 要是邪王神来攻击我们这里 你会不会保护我们呀 会吗 这还用问吗 只要有我鸡高侠在 就能保证你们安然无恙 大家把心都放到肚子里吧 真是太好了 对吧奥鲁 太好了 竟然连那么小的孩子都骗 我忍不了了 我要去揭穿这个冒牌画的假把戏 不 不好了 蝎王神的照牙打来了 鸡高侠 你一定要帮助我们呢 就交给我鸡高侠吧 从今天开始 这条街就归邪王神掌管了 都听明白了吗 我要往想反抗 那样结果会更惨 坏蛋们 有我鸡高侠在 你们休想胡来 管你什么鸡高侠 照样打得你哭爹喊娘 来 我的必杀技终于可以派上又赏了 超 鸡 鸡高 鸡 风 吹 好难啊 哎呀呀呀呀 好厉害呀 好厉害呀 鸡高侠太厉害了 跑啊 好了 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来祸害这个小镇了 哇 鸡高侠保护了我们的家园 大家就可以安心了 太念念了 鸡高侠 那些家伙 根本就是小混混啊 怎么可能是邪王神的爪牙呢 你看见那个叫什么超级的技能了吗 完全没力 我们得赶紧阻止他 继续冒充鸡高侠骗人 只要我在那小子面前变身 一定会把他吓得屁滚尿流 立马献出原形 别管他 可是 鸡高侠 有人冒充你啊 只要人们相信他 对他来说 或许他也能成为真正的鸡高侠 不是吗 嗯 竟然又出了个鸡高侠 这也太搞笑了吧 鸡高侠 可是独一无二的呀 对吧 罗小兵 说是这么说呀 鸡高侠不是说让我们别管吗 他肯定有他的道理的 你怎么了阿里 嘿嘿嘿 辛苦啦各位 短时间内我的吃饭问题应该算是解决了 所以谢谢啦 果然是个大骗子 你们想干什么 别装模作样啦 你这个冒牌货 哼 你你凭什么说我是冒牌货 我鸡高侠可是 哎呀呀呀呀呀呀 放开我 嘿嘿 你不是鸡高侠吗 拿出你自己的本事来看看呢 好了好了我是假的啦 你为什么要冒充鸡高侠 只是想骗点吃的喝的 可是 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想这样的 救命啊 哎 求您了 钱都给您了 放过我们吧 哎呀 这口丫头他咬我 坏蛋放开我 嘿嘿 鸡高侠会来惩罚你们的 鸡高侠 嘿嘿嘿嘿 哪儿没什么鸡高侠 你把他叫出来让我抢抢 哎呦 这臭丫头真烦人 早点把他们解决了吧 放开我 放开我 求您了 要杀就杀我吧 放过我的孙女吧 有了 然后呢 快说呀 然后我就把那个蜂窝罩着山贼们一脚踢了过去 您不会就是鸡高侠吧 一定是的 我们被鸡高侠救了爷爷 谢谢你鸡高侠 行侠仗义的感觉真好 让我很有成就感 于是我开始经常假扮鸡高侠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借口 道理我也明白 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冒充鸡高侠片吃片喝很容易 于是慢慢的我就靠冒充鸡高侠混饭吃了 你这么乱来 损坏了鸡高侠的形象 我们是绝不答应的 求你们放过我吧 怎么办阿里 我发誓我以后绝不会再冒充鸡高侠骗人了 哼 你走吧 歇一会儿 哎呀 真是的 竟然缴了我的好生意 那些家伙都是些什么人哪 哎呀 算了 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继续混吧 怎 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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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种不好的预感 鸡高侠似乎来过这里 有谁知道他在哪里 你们要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 给我说出鸡高侠在哪儿吧 鸡高侠 快救救我们 你跑到哪儿去了 鸡高侠的爪牙来了 请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啊 要是不赶紧找到 我们可就遭殃了 有人看到他说这边走了 这 这不是搞笑吗 我怎么打得过这些怪物啊 赶紧跑 不然小命就难保了 或许在西边 鸡高侠 可恶 怎么突然间 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喂 小子 告诉我鸡高侠在哪儿 要是鸡高侠来了 一下子就把你这个坏蛋打得哭解喊叫 哎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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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处置呢 给点小小的惩罚就好了 放开点孩子 鸡膏侠 鸡膏侠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你是谁呀 我 我就是传说中的鸡膏侠 不想吃苦头的话 就赶紧把孩子给我放了 原来是个傻小子 我就给你点教训尝尝 我再问一次鸡膏侠在哪儿 许章声势完全没用 看来我是没招了 我尽力了 大家可别怨我呀 你 鸡膏侠是绝对不会逃跑的 什么呀 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你们 换了 还是我自己来找吧 至于你们 也没什么利用价值了 也就是说 一切 都结束了 住手 我可不许你们为非作歹 这些小孩儿也能打仗 你们到底是谁呀 和你一样 我们也是守护正义的战士啊 呃 呃 完了 呃 叫你猖狂 一会儿就让你尝尝骨头 开启优弊之门 是否人不能了 狂猛兽甲 上去撕碎他们 即死 没收到 突破到 啊 啊 啊 这一名又如何 孤高侠 谢谢 这场战斗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想办法把这帮家伙从这里引出去 明白了 那是真正的极高侠 大家 跟着我 不妙 我已经达到目的了 突然撤走了 是偶然还是另有 你们也太坏了吧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才是真正的极高侠 你以后可要洗心革面 重新作然啊 我可怎么跟他们说好呀 你也是极高侠 总有一天 你会成为真正的极高侠 但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念 嗯 会的 我算是见识到你的水平了 作为首领出征 难道就可以这样没有任何结果地回来吗 你作为我们的首领 我不服 即使这是邪王神的命令 我只不过是带狂猛兽甲去探一探对手的实力 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他们 这叫做知己知彼 你们怀疑我的实力很正常 所以拭目以待 下一次的出击 让你们好好看看 我是如何把你们无法对付的极高侠 送去地狱的 狂猛兽甲要挑选强大的驾驭者 四军神分别接受挑战 我们在路上遇到不寻常的灰尘和木霾 便前往调查 这些乱象 正来自一块很有寂寞意义的巨岩石 拥有全新力量的四军神出现了 他们驾驭着狂猛兽甲 威力非常可怕呀 远速战士好伙伴 勇敢向前走 唤起祖神的力量 贪贴在一起 对抗黑暗 守护正义 正途中从不为 掩解手放的指引前进 当进墓水坡图 绽放出谣言光芒 首先首先并见我们远速 战士不敢成长不敢强大 直到黑暗邪恶超学 守护和平自由 取散世界所有黑暗 起高下的力量 带给伙伴们幸福 自由平安 自由平安 有什么不可怕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